大国攻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美华 欢迎您收听大国攻略 我们今天要谈印度 中国与印度在喜马拉雅 争议边界地区 对峙了好几个月之后 终于撤军 我们看到中印发表的联合声明中 两国共产党 两国军队已经从班公湖地区的争议边界脱离接触 脱离接触是英文disengagement翻译过来的词 就是第一线部队不再接触 因为接触就可能碰撞 很容易打起来 因此脱离接触 双方都往后撤退 这是自去年六月 中印边界爆发四十多年来最严重的流血冲突之后 双方紧绷对峙了八个月 边界的紧张情势终于缓解 而中国也终于公布 解放军在去年六月的冲突中 有四个人死亡 在前出交涉和激烈斗争中 团长齐发保身先世俗身负重伤 印度在去年六月冲突发生之后 就公布印军有二十个人死亡 而中国一直对于死伤情况保密 直到八个月后达成撤军协议才公布消息 那么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谈判 是什么样的关键让两方突然达成了协议呢 我今天请三位印度专家来探讨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撤军的情况 首先请教印度尼赫鲁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院 东亚研究中心教授 他的中文名字是谢刚 谢刚在北语流过学 能说中文 我们先来听谢刚介绍一下 边界撤军的情形 好的 谢谢谢刚老师 具体的撤军情况 接下来再来请问印度佛兰明大学 南亚及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刘其峰老师 西段的边界就是阿克塞清 包括就是班公湖 还有加尔万河谷那些地方 按照媒体的报道 是全部都已经撤完了 全部回复了冲突之前的态势 就大家都回到了越来越多地方 中方之前也跟印度说 准备从西京段的边界撤军 这个地方应该还在进行当中 但是按照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西部边界阿克塞清地区的 撤离的冲突都已经完成了 包括冰原阿战车阿 我觉得都已经完成了 中国往东退 然后印度往西退 印度往西退还比原来的 他们所主张的还稍微往西了一点点 也就是说他们退让的比较多一点 印度方面退让的更多一些 对 在班公湖的北岸有八座小的山脉 西到东分别是一到八 然后以前江湖是在中间 大概在四跟五的地方 因为中国是在东边 印度在西边 印军在西边 所以他们都分别往中间推进 所以就卡在了中间那个地方 现在印度就是往西边退回去 中国也往东边退回去 让中间变成一个无人区 所以双方都不派人到那里去 那为什么双方谈判 谈了好几个月谈不成 是什么关键让这一次就谈成了呢 这一次看到印度媒体的报道 为什么不失联谈判会成功 是因为北京最高级导层的意志 那所谓最高级导层 那当然就是习近平 或中间这一局常委嘛 那个层级 所以我想这个是中方最高层的考量 那中方为什么 这时候对这个考量 我觉得是因为因应拜登新政府上台 中美关系 现在进入了一个很微妙的一个调整期 那当然双方都在互相试探这方的底线 那拜登之前说 对中国的态度是 系于美国在各地的盟友 对中国的态度 所以那当然中国我想要利用这个时机 先行解除在周边的一些 或和缓跟周边的一些 以前的竞争态势 这样子以后如果对美交涉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也比较有 有一些筹码可以用 好的 谢谢刘老师 再请问谢刚老师 中印双方开始撤军 而且在25号的时候 中印的外长彼此打了电话 那这些动作代表中印关系回温了吗 还没有 因为编辑问题还没有结束 所以外交部长他认为 如果没有那个合并与缓定的话 双边关系不能有进步 比如说刀子方面 多变化方面 比如说外交方面 印中之间除了边界争议 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贸易逆差 对吧 刀子方面 实际上中国到现在 国有企业还有中销企业 一共放了大概8.2 billion dollars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刀子方面的 韩晓的国家 新加坡 澳洲的国家 他们的刀子是大概 20 billion dollars 或30 billion dollars 印度认为 中国可能没有那个兴趣 他没有这个计划 放他的套子在印度 这个是第一 第二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 访问的时候 在新德里 他提到了 放200亿美元 20 billion dollars 但是到现在 他放了大概2 billion dollars 所以印度认为 中国可能没有那个兴趣 如果中国放他的投资 技术 制造业等等的话 可能他帮助印度的决机 所以他觉得 这个可能是一个矛盾 所以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 好的 谢刚老师的意思是说 中国累计投资印度的金额 82亿美元 远远不如一些小国 投资印度200或是300亿美元 他说中国可能因为安全理由 领土争议 或者是担心投资印度 可能帮助印度崛起 所以投资印度并没有增加太多 中印的这个问题和中美贸易 一样都是政治问题 那接下来请刘齐峰老师 谈一谈您怎么看中印关系 我会这么说 这应该是短波长空吧 就是说中印关系 其实有点像中白 刚开始很好 然后后来就会因为边界关系 二有化 二有化之后 双方当然就想要寻求回温之道 所以大家就会重新做菜来谈 然后看起来上台秀变好 但是这是一个循环 因为如果边界问题 跟基本上的战略竞争问题 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中印两国 作为两个崛起的大国 的基本的战略竞争的态势 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就算我们看到印度跟中国关系 在投资关系 在双边关系暂时变好了 然后如果这个时间点也去了 金刚五国的峰会 双方领导人见面了 看起来是变好 但是在实际问题并没有解决情况之下 接下来再多二化 也不会很令人意外 所以它会继续摆当 现在是因为中印 摆到最坏的地方 双边关系已经变得很坏 尤其是去年六月 发生死亡事件 然后中方最近又公布了 他们死亡人是不是四个人 再上一个附上的长长 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觉得中印关系 是七五年以来最坏的 但是现在只是稍微变好一点 但是如果跟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还有战略竞争的问题 中国的一带一路 在印度洋地区的扩张 现在还在持续进行 印度方面对此还是很警觉 如果这两个没有解决的话 那就是转多残空 就看起来也许改善了 在一些铺利线的外交事件 一些很重要的外交事件上 也许你可以看到双边没老 或是要握手或是要寒暄 但是这不会改变整个结构的时机 因为就算莫迪跟习近平 在金庄峰会见面 那也是在多边的状况之下 也不能说是特别好的改善 因为莫迪曾经举行了两次 非正式的领导人会议 但那两次非正式领导人会议 他们是独自见面的 然后他们花了很多时间 在谈中印之间的问题 如果这样子的安排 都不算是中印关系的改善的话 那中印两国领导人在金庄五国 这样子多边的状况上对面 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中印关系你觉得 现在有开始回温的迹象吗 或者是已经开始回温了吗 我会觉得这个回温这个东西 是比较 第一个我觉得是中方三方面发起的 因为印度方面也还在观察当中 其实此间的媒体和舆论 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有人就觉得很疑惑 为什么中国会在这个时候突然撤军 他们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战略的考量 所以现在的态度还是先观望为主 因为印度的外长苏杰森 今年年初他提了中印关系 要回复正常的八项原则 那里面的原则当然就是有包括 要仔细尊重对方的核心价值 敏感的议题 然后也要在边界的问题上 双方都要开诚布公 然后都要尊重对方的利益 当然他的边界问题当作是最重要的议题 我挺向于认为就是印方现在还在观察 中方到底要做什么 因为现在情绪还不是很明亮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美国对东亚的政策 美国对印太战略的政策 这些东西都还没有非常明确 所以印度的态度 当然就是先观察再说 当然他们欢迎任何中方地出感染机的行动 可是我觉得双边的不信任感 已经累积很久了 所以他们也在看 你到底葫芦里卖的就怎么要 好的 谢谢刘老师 其实印度国内的问题也是挑战很大 一方面疫情的形势依然严峻 另外印度国内农民抗疫政府的农业政策 也让莫迪很头疼 接下来请台湾清华大学 印度中心副主任方天策老师 谈一下对当前印度情势的看法 就印度来看的话 他能够直接面对中国的时候 可以使用的筹码 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 比如说我们以前常讲西藏牌 甚至这一阵子也有人提到 是不是强化跟台湾的关系 那我们去年看到的是 印度他选择往印太战略去靠拢 就是说他跟澳洲还有日本 跟美国都强化了这个关系 然后之前也签署了一系列的 所谓后勤的补给的协定 可是到了年底来看的话 就是说这个往印太战略靠拢 其实并没有真正帮助印度能够解决 中印边界冲突的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压力 而说退却 所以在这个大环境之下 其实双边谈判一直也在进行 另外一个变数当然就是跟美国有关 全世界现在都在看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新的中国政策是什么 对印太战略的考量是什么 那印度同学的观望 不过在这种不确定性提高情况之下 那印度如果要再依赖所谓印太战略 来对中国制衡 至少在这段期限之内 这个成效还是要打一个问号 很不巧就是说 对外的这个外援有限的情况之下 那印度我们又看到 除了疫情的关系之外 它近期最大问题是这个农民的抗议活动 对 在这样子内外的不确定性跟压力的交集之下 那印度持续跟中国强硬的对抗 似乎也是成效 可能他自己也有点担心 所以我们其实从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就也在其他同仁的访问里面也大概提到 印度可能会开始战略收缩 其实他们在1月份的时候 就举行了中印的第九次的所谓军长级的会谈 那是1月15号举行完之后 其实那时候他就有提到说 他们会尽早推动所谓第一线部队这种脱离接触 那可能后续一直到最近就在2月19号的时候 双方就有比较明显的动作 那包括中国这边他也正式公布了所谓官方的死亡数字 有试会 中央电视台也在同天就是发布了所谓的冲突的影片等等 那中国也可能希望这个事情就到这个地方做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束 那因为中国方面也同样的情况 他一方面观望美国 一方面他自己有他的政治的议程 因为包括建党百周年 加上北京东澳这些 他也需要国际的这种支持 都不到说全世界都抵制中澳的话 他也很难看 所以他也开始在对外 特别在印度这个问题上 可能双方就愿意说 相对于去年来讲 就是比较愿意妥协的立场 好的谢谢今天三位专家 我们已经陆续看到美国总统拜登 对于一些外交政策的谈话 那么对于印太全盘的战略还没有出炉 但是拜登已经多次谈到 他对盟友的重视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大国攻略》 我们下一次再会